冰城是否跟随国会同步解散州议会 西蒙主席理事会今天终于拍板定案 西蒙公主拿督斯里安华宣布决议 冰城雪拉尔和森美兰不会在今年内解散州议会 背负冰州火箭诉求的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直言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而他被迫让冰州同志失望 因为万一西蒙三州步调不一致 就会沦为敌方的武器 营造西蒙不团结的形象 今早十点左右西蒙三党党魁 既公正党主席安华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 以及诚信党主席莫哈莫沙布 和一众西蒙领袖齐聚蓝眼总部召开会议 焦点自然是西蒙执长的槟城 要不要解散州议会 经过多番讨论后 西蒙主席理事会决定 槟城雪兰儿和森美兰不会在今年内解散议会 让州政府专注被灾 我们想要权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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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华认为 为宾州人民发声的行动党议员提出的建议确实合理 也不希望外界误解西蒙 无视宾州火箭的诉求 他强调西蒙作为一个团结的联盟 有足够的空间开放讨论再做决定 陆兆福也指出 西蒙最高领导层聆听了行动党对于解散州议会的看法 也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拍板定案 决定西蒙职长的三个州属会在雨季之后 明年才举办州选 针对西蒙职长的槟城会不会跟随中央的步伐 同步解散议会 话题纷纷扰扰好几天 终于有了最终定案 不过这项决定对于行动党秘書长陆兆福而言 是一个艰难的决策 我需要尽力和我的界鞋在周达 Itu akan diterjemahkan sebagai breaking of ranks Sebagai satu keputusan yang memcahkan Pakatan Harapan Ada keputusan yang berlainan antara negeri-negeri Pakatan Harapan Dan itu akan menjadi satu senjata dan peruru kepada musuh kita Untuk menggambarkan seolah-olah Pakatan Harapan tidak bersatu Tidak boleh membuat keputusan secara kolektif 另一方面 西蒙下星期四将在霹雳仪堡会展中心召开西蒙大会 安华透露 到时候西蒙将敲定上阵大选的标志和议席分配 巴都空间陈欣怡 巴打林在野报道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